都说富不过三代 有了国晶晶香港霍家 已经打破这个宿命论 从霍英东到霍振庭 再到霍启刚 这三代不仅没有止步不前 甚至还做到了发扬光大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商人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到国家建设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香港唯一去世时 享受国葬规格的商人 开创了霍氏家族 在香港顶级家族的地位 如今他后继有人 长孙霍启刚担任霍英东集团副总裁 去年当选港区的人大代表 参加全国两会 更是当选了香港艺术发展局局长 主要分管香港电影 电视剧和演唱会等工作 影响力非常大 他是香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未来问鼎香港特首 也是有很大机会的 尤其是跳水女皇郭晶晶嫁入霍家后 让霍家尤其是霍启刚 在内地的知名度提升很大 使家族事业如虎添翼 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 所以霍启刚父亲霍振婷 才说郭晶晶是下嫁霍家 给了平民出身的郭晶晶极大的尊敬 也显示了霍振婷的格局 郭晶晶给霍家生了三个孩子 据说郭晶晶育子有方 儿子霍中西接受各种才艺培训 郭晶晶还经常带领着孩子下地劳动 感受劳动人民的辛苦 他还教育孩子自己动手亲力亲为 近日网友在飞机场拍到郭晶晶一家下飞机的画面 才九岁的儿子霍中西背着旅行包 还推着两个大箱子 可以看出他完全没有傅家子弟的娇气 想必以后霍家第四代也妥了 好的家风从小培养灌输 家族敌长子必须严以律己 担起振兴家族 造福社会的重任 这样才能让豪门屹立不倒 久久成灰 家人们 对此你怎么看